Tesla,其實我們可以打開一個圖 它近期低位也挺厲害的 有不少出來的 現在這些消息還炒得高的股價呢? 當然,我想在今次會議來說 其實消息方面未必會對股價太大的炒作 因為很多東西大家都有一定的預知 譬如說拆細這件事 只記得今次真的通過了 但如你所說,其實未有確實的日期 還有你說拆細這件事 其實都在市場知道了好一段時間 再想對於股價 立即這下的炒作性就不是太大 但如果真的生效完之後 可能又會有些相對正面一點 或者好一點的反應在這裏 因為譬如上次拆細之後 其實當然今次未必複製率上市那麼厲害 但是你看到上一次拆細之後 其實股價都是上市 所以我想這個都會 因為始終會增加到一般的散戶入市的意欲 因為始終你慢慢測試大油價 去到現在一千元附近這些位置 其實有些人都覺得開始是 可能是有點吃力的 即是入場的話 但如果你測細的話 那門量是容易一點的 其實會增加彈性 所以都有機會到時是好一點 但當然未必只有一個很大的炒作在這裏 而來講那些選址 或者是業務上的發展等等 當然從一個長線角度 都是屬於比較正面的 但問題也一樣 不是說這下馬上就會有很大的貢獻 或者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情況在這裏 即是只是說選址 建廠這件事 那實話都沒有一撇 說說減煙度 然後會建廠等等 都還要可能好幾年的時間 所以我想實際來說 這件事是正面的 但對於股價來看 未必是短線太大的一個刺激 但也同意Irene說 其實你論股價的走勢 最近慢慢是不差的 因為都記得上一兩個星期來講過 就是當時的Tesla 其實是有彈 但是比較彈得慢 都說過是對比股市場彈得慢 但是這一轉 它是追回不少了 甚至乎你看到整個圖來講 其實是繞了一個挺漂亮的一個圓底 所謂的圓底 其實是大概在5、6、7月那裏 是類似少許橫行區間 所以都明顯地繞了上來 其實整個勢是不差 還有這一兩天再升上來 其實已經是突破了所有的軍事 連一條耳鳴天線都升穿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初步來講 能夠繼續站在現在大概900元這些位置樓上的話 慢慢我想一步一步大碼去看 看近1,000這些位附近 做一個可能短期的目標 因為畢竟以Tesla近期的低位682這些位計算 其實上到現在920多 升到300元上來 其實差不多五成了 所以我想都可能是可以看高一點 但是就開始看著勢力做比較合適一點